为什么现在带力标的车越来越少了呢? 而如今有力标的车型几乎成为了豪车的专利 比如劳斯莱斯、宾利、奔驰还有咱们的国产品牌红旗 对汽车品牌有所了解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在早期的很多车企中非常流行使用力起来的车标 但是由于在车辆发生碰撞时 力标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再加上造车成本的原因 很多普通品牌的车企都放弃了力标设计 当然除了安全问题外 力标还有个天生的短板就是它的防盗性 而像劳斯莱斯为了防盗 而设计了碰撞的沉降装置 只要力标被人一碰就会马上缩进去 这办法虽好 但是成本也是高的离谱 从官方的数据来看 一个劳斯莱斯的车标从十万到三十万不等 私人定制的当然就更高了 本来材料跟工艺的成本就奇高无比 再加上这套防盗的黑科技造价 你说一般的厂家 哪能有这个实力呢 然后说一下奔驰 他却是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法 直接把银制的力标换成了现在的镀星合金 反正不值钱也不怕被偷 另外 更重要的是力标还非常的吃设计 大家来看看这个早期布加迪 和福特大V8的力标 是不是又刷新了你的三观 不得不说 以前力标天马晴空的设计 总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车标对于一款车的销量的确是蛮重要的 有些力标之所以被取消 正是因为消费者根本理解不了 不知道大家还看到过哪些有意思的汽车力标呢 评论区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